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是2月29号 好 那么如果看我们这个SinoTV啊 就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在过去几天呢都已经看到广告了 就说我们的这个18.9这频道的这个华语电视呢 从明天开始就要停播了 但是我们今日话题和比如说是五维杂谈啊 好些在电视上原来有的播的这个节目呢 依然在各种的这个社群平台上 三宝店啊 三宝店 三宝店 这个在各个这个社群平台上还是依然可以看到 比如说YouTube啊 比如说是这个Raku啊 比如说是这个牛TV啊什么的都还可以看到 而且好就好在看那些这个社群媒体上的节目呢 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广告 几乎没有广告的啊 所以而且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看 所以这个反而我倒觉得变得更加方便了 感谢大家在过去这些年对我们18.9的支持 因为我知道呢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公共的场合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常说他们是在晚上9点20的时候看嘛 对吧 9点那么现在如果你在看的时候 那就是今天的9点20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频道上出现了 在这呢感谢这位这些朋友 同时在这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 非常简单啊 看YouTube 嗯 还要比这更简单的吗 都知道YouTube是什么吧 在上面打华语电视四个字就完了嘛 嗯 你就看到了今日话题 或者打今日话题都直接打今日话题都看得到 是吗 对 好 那打今日话题也行啊 像Roku啊也是这样 Roku呢不一定是很多人有 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小盒子上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说明说话我有Roku 这它呢是一个很便宜的这个小的装置吧 那买了以后呢在那个上面也是没有时间了 你上去以后看今日话题 反正当天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看 这个就是情况 牛市那更不用说了 NIU然后TV 这是一个APP 这个呢就是手机啊什么电脑啊什么都可以看 然后当然你要想收听的话 我们今日话题还有自己的podcast 你对podcast比较熟的话 或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平台叫做播客 对吧熟的话那你也可以听 当然我们AM1300的网站也是啊 每天早晨的今日话题完了以后 大概几分钟之后呢 就会出现在1300 我们的www.am1300.com 然后节目重播的里面 所以在此呢先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大家在现在YouTube看到的就是韩国医护人员啊 大罢工这个事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而且特别的令人不可思议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 对 其实呢这个事啊已经发生了有十来天了 大概从2月20号开始到现在今天是29号了嘛 超过一个星期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报道 只不过呢在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方面呢 报道的比较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但是这事确实是挺有意思 这是在韩国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原因说原因是这等于是它已经动摇了国本了 它已经危害到危及到国民的健康和这个生命的安全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蛮大的事儿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呢要稍微的讲一下啊 首先这个规模非常大 是这个医学界方面的一次大罢工 而且参与的人呢都是那些年轻人啊 就是年轻的这个住院医师或者是实习医师 后来再加上医学院的学生 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加入进来了啊 这个因为在这个韩国啊 它跟美国情况还稍微有点不同 它在医学院每年的招生的名额呢 是政府所规定的 所以呢它每年能出来多少 能培养出多少医生啊 都是都是有限制的啊 那么现在呢韩国这个出生率 已经变成世界上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 然后他们的人口的老化的程度呢 也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刻啊 今年的统计呢 就去年啊 2023年他们65岁以上的就是国民的人数啊 已经达到了19.1 今年就会超过20%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 如果要是老年人 20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0%的话 这个不叫老龄化的社会 这个叫超级老龄化的社会 因为他已经每五个人里边 已经有一个65岁以上的人了 而且这个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增加 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啊 所以人的寿命也比较长 所以这个呢 它会造成在医学方面 会造成两个原因 两个后果 这个一般人都可以想象的到 尽管整个的国家人数是在减少 人口在减少 但是要就到医院里边去看病的人数再增加 因为65岁以上你身体哪没出点毛病啊 那他就要到医院去看病去 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医生供不应求的情况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到现在就已经缺口 医生的缺口大概是15000人左右 以后还会逐年的增加 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医生 也不是说你培训一个工人随便你找一个外卖的 或者餐馆里边一个打工的 他随时就能来 贴上广告 钱多点就来了 培养医生至少医学院要4年 而且你还考到医学院 在韩国是6年 6年完了以后 你还要医院里边去实习 去这个住院医生 又好几年 这一下来差不多10年了 10年下来以后 才能有个合格的医生到医院里边 所以韩国政府就规定了 从明年开始 他们要扩招 现在每年招3058名 对 3058名医生 每年招这么多医学院的学生 从明年开始 每年扩招 2000名 就变成5000多名 这个医学院的学生 一直扩招到2029年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里边 他们要多招1万名医学院的学生 那这一下在医学界里面炸锅了 这事挺好玩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试想一下 说这个国家 说我们现在医学院招生了 只招3058人 那我们假设 我随便说吧 有4000人 可能不止吧 申请吧 对不对 考试什么之类的 因为谁知道谁能进去 那我们去想一个非常荒唐的情况 假如我要3058人 但结果呢 有4000人申请 实际上不止啊 可能超过4000 咱们就说4000吧 结果这4000人啊 全通过了 全都是优异的成绩 那你就得另外的一些人说 对不起 满了我这儿 可是你对谁说啊 对不对 那都通过了啊 那你就把这个数字再扩大 扩大到1万2万 因为谁不想当医生啊 等一下告诉你 在韩国的医生的收入的情况 所以 他就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 就有一些人 就是活生生生进不去 是政府不让你进去 满了 上一次提高名额是2006年 哇 这都快20年吧 将近 他这个提高也说 也就是说在2006年的时候啊 还不到3058呢 我不记得当时我们也找不到 当时是多少 2006年时候提高过一次 现在呢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提高2000人 这种情况啊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没有 也有 但是他不是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 你比如中国 在过去呢 有一些学校 它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规定的 比如说电影学院 在很多年 现在是有 花钱哪都能学啊 过去电影学院 他就这点人啊 对不对 你能进去进去 音乐学院 体育学院 美术学院 过去把这个简称为音体美 还没算电影学院 就是这样 我这学校就叫中央美术学院 你画画是吧 来吧 我就烧这么多人 然后咱们就挑好的药 但学医还不太一样 因为画画 弹钢琴 跑步 这些啊 在你上大学以前 我要你的时候 我就能知道 你谁跑谁 怪我要谁啊 对不对 谁小提琴 拉的好我要谁啊 这个非常清楚 这画画也是这样 可是你学医是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是谁都不会啊 谁在高中时候 已经是医生了呀 谁都不会 就考树里画 什么生活 就考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在这一层 就已经开始区隔了 也就是说 等你考上的医学院以后 你们家 那就出状元了 你知道吗 你们家这就骄傲的 说我女儿我儿子 考上医学院了 将来他肯定当医生啊 那么以后 当了医生以后 那么现在 这些医生上万人啊 举着牌子上街 说不能 不能你们家 不能给我家 我不想让这么多人学医 都学医了 我这饭碗保不住了 这回事吗 韩国医生赚多少钱呢 等会咱们看一下 话题 这40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尤其这些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啊 第一他们比较年轻 刚从这个医学院毕业不久 可能一年两年 所以呢 他们算是医院里边的那个 主要的力量 在这个医生数量有限嘛 所以他们实习呢 承担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夜班啊 急诊室啊 这种工作 那这样一来 他们一离开工作岗位 麻烦就大了 因为急诊室里边 很多手术就没法做了 因为人手不足啊 医生没有这些助手也没法做啊 而且除了这个急诊室之外呢 住院部的那些 比如说你现在住院 两天以后我要动手术了 那这些已经安排好时间做手术的人 也没办法了 因为手术室里边人不够啊 所以在大医院里边 这个手术就是推迟或者取消的 50%已经没法做了 很多大医院里边 由于他们说是没办法预测 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回来上班 于是把手术都推到其他的医院里边去了 请你们转医院吧 而且很不幸的是 还有一些癌症的病人 这个产妇或者说婴儿刚刚出生 需要照顾特殊照顾特殊治疗的这些人 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有死人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医生罢工在南韩 居然引起民怨来了 这个有时候啊 我们看到医生罢工啊 老师罢工啊 是心情挺复杂的哈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啊 他们教育我们的孩子 他们拯救我们的生命 但是当他们罢工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想到说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吧 尤其是教师罢工 这里面可能有待遇的问题啊 等等 医生的罢工 那又有他们具体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没被逼急了的话 这些人他们轻易是不会罢工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罢工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没法上学了 我们生病就没人看了 但是我们能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他们 获得他们应有的这一些 不管是福利也好还是权利也好 可是韩国医生这个罢工呢 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想 对 说实话 从这个表面上看的 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了 好 所以说这些医生的这个角度 我这是说似乎就是因为 你还是了解他这个国家的具体的这个情况 你才能知道 这个就是韩国 他有一个叫做保健福祉部 这是一个政府的部门 他呢就公布了一个叫医学院入学名额扩大方案 就是2000人 就这么一个方案 就这2000人炸了锅了 就在这简直现在被称为所谓医疗风暴 他们就是意思啊 韩国政府尹锡悦总统也是这样说 他说我不管你罢工不罢工 我们今天这2000人是加定了 你不罢工是吧 昨天已经开始抓人了 抓了五个领导人了 他而且给的最后期限 就是昨天 今天吧 对对好 这么说的啊政府是说 你爸是吧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你最后一天 如果你今天回到医院里去 咱们呢既往不咎 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啊 你过去的那些惩罚 因为所谓的惩罚 就这里有法律规定的 韩国有很多法律 是说对于医生的管制的这种问题 这法律不适用了 就叫做放你一马 算了啊 不跟你纠缠了 但是过了今天 该起诉的起诉 该进监狱的进监狱 我可就下手了 或者是吊销你的这个行医执照了 更可怕 那你那个什么医学院 什么全没了那些教育 吊销行医执照 那这就考虑到一个问题了 这就是韩国人的特性了 这高利棒子啊 看你怎么办了 那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通知收 发出去我收不回来了 如果你收回来的话 那以后这政府别再发通知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个事 叫法不择重 现在是一万人或者一万多一点 当韩国政府给了这个最后通牒的时候 我再有两万人加入 没办法了 你没办法吊销了 那你这国家就瘫痪了 那就考验医生的时候到了 你是更多的人加入 来声援呢 还是那一万人呢 变483个人了 对不对 那最惨的就是那483个人 那就该被吊销被吊销 他们就为这个事要付出代价了 对那么好了 现在他这个问题啊 我们想要了解 罢工劳资方双方的这个关系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医生没有啊 医生的收入很高啊 而且他们在韩国 是属于最受尊重的 这一小撮人 一小帮人 这个群体呢 他首先格外受尊重 原因是这样子的 这些刚才说了 一年全国只招三千零多少个 这个医学院的学生 那这里这些人叫做尖子里边的尖子啊 这打破头才能进到医学院里 所以当医生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 再加上人们都知道 这里头恨不得都是那个学霸级的人物 所以呢这是第一 第二他们的收入也非常的高 社会地域也非常高 收入是这样子哈 如果你经过了住院医生这一步以后 自己开业的话 那他们的收入呢 按照这个统计数字来看 是比这个首尔的平均收入高出7倍 平均人赚5万美金的话 这个7倍就是35万了 对 如果你要是在医院里边 就是当一个医生的话 那么这个收入呢 是平常的这个首尔平均收入的4.4倍 对 那也是非常高 所以呢 它是属于一个从经济上 和从这个社会阶层方面 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这个行业 那好了 现在这个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啊在抱怨 说是他们到了住院医生啊 被那些院方啊 就是医院方面啊 叫做当牛坐马 每天的这个上班的时间 超过16个小时啊 有的时候甚至是20个小时 然后经常是做夜班 就是没人值班的那些时间 就让这些住院医生去做 这个说实话在美国情况也是哈 住院医生一般来说 谁让你住院呢 住院住院就是让你随叫随到 让你这个夜班的时候 急诊室有手术的时候 一叫你你马上就得去啊 所以这就是叫做住院医生的待遇 要给你积累经验 但是呢太累了 他们说我们受不了 受不了呢 照理说这个政府给你增加点新的血液 让你缓一缓还不行吗 你现在工作16个小时20个小时 你过不过来 那我两个人 你两人不就一人只要值班 不超过10个小时 这不挺好吗 还不行 他们认为说 我这个这么窄的一个门 这么高的荣誉 这么高的收入 我好不容易进到门里头 我不让更多的人进来 就像一个非常挤的那个公共汽车和地铁 当我挤进去 当是最后一个挤进去的时候 我不希望在我背后再有一个人进来了 那那所以他们才要罢工 他们认为说 我这个门就要这么窄 我就不能让后来那个增补的2000人啊 冲淡我头上的光环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这就是叫做对于自己的一个小的领域吧 小的这一小块领域的一种像动物似的 你知道吗 保护啊 这老虎这撒个尿 这区域就是我的了 凡是你别的 你闻到我的味道别进来 给人强烈的这种地域性的感觉 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部落性的一种感觉 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80个小时啊 什么这个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 我正是因为扒了我三层皮 我才获得今天的这个地备和收入 他说什么呢 我愿意 完了 他就这个回答 我没有投诉啊 我知道我很辛苦 但是我辛苦还换来的二三十万 三十几万美元在韩国很好花啊 对啊 对不对韩国不是美国啊 是韩国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但是你年薪三十万 这不得了啊 在韩国你住的什么房子 你开的什么车 你女儿这个身价对不对 儿子身价 我三十万 我这女儿 能下架吗 对不对 这是一系列的 社会的问题 那叫骄傲啊 这样一出门 说我这是医生 或者我们家里出了一个医生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 都将被那两千人冲淡 我不干 这就是背后的这个可视 在韩国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政府这么坚持 韩国除了城市以外 还有乡村 那些地方缺医生啊 照顾老年人缺医生啊 这不行 这不能是你为了捍卫你这小点领地 就让那些人出现问题 而那些人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他就出现 当缺医生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我这个病我看啊 不会马上死吧 等着吧 嗯 就是这个啊 他就会有这个情况啊 老年人需要这个照顾等着吧 那一切都得等啊 排队啊 等等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呢 看来啊 这个韩国这个问题 它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就是整个对不对 他这个健保的体制 他这个医疗的体制 医生的待遇等 以及大学里面医学院的效益 所有的这些 那么现在我们就 特别关键的就是今天 就是政府 这个最后通节 我们就看一看 今天过后 进入到三月份以后呢 这个罢工会是怎么样 以及韩国的这个医疗的问题 其实这个呢 对其他一些国家也可以参考 因为很多的国家 包括中国啊 美国都市场都有人口老化的问题 老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话题和这个问题呢 值得我们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